來到二十六、二十七題 就是講人類調節血液葡萄糖水平 Regulation of blood QQs Level 答這個題目的時候記得參考這幅圖 同一時間地既然是 blood QQs Level 我們重溫一下如何透過 negative feedback mechanism 負反規規制去維持一個行定的水平 constant level 首先,如果血太高的時候 我們吃完東西之後 pancreas會 detect blood QQs Level 上升了 就會放多些 insulin,少些菇血降出來 這個hormonase組合 其實它就不會直接改變菇血 Level 它叫人家去改變菇血 Level 譬如說,它叫肌肉和 liver cells 去將 blood QQs 變成Glycogen 亦都會increase respiration rate 用多些Glycogen 從而令到血糖水平降回正常 反過來,如果做運動的時候 消耗了很多的葡萄糖 blood QQs Level 下降了 這件事都是由Pancreas去探測得到 當它探測了,亦都會叫 liver cells 怎樣叫做少些 insulin 多些Glycogen 叫到 liver 將一些儲存的Glycogen 拿出來,扔回血 然後提升了 blood QQs Level 所以我們選擇答案的時候 其實一看B是錯的了 因為不會直接轉換的 是叫 liver 幫忙轉換的 而Glycogen又真的可以存在肌肉 而Products or Digestion 也真心是simple sugar 我們也是消化到Mono Saccharides 才能吸收得到 而這個也對的 因為過多的肌肉 其實會去到肌肉做deamination 有機會變成Glycose 至於27題那裏 其實我們對圖就知道哪些是錯的 這次如果是Blood QQs Level 一升的時候 其實你會看到 它一升的話 Utinization of Glycose一定會上升 這個A是肯定對的 至於B題 就是Glycose變成Fat 都多些流去這邊 亦都多些流去右手邊 所以ACD是正確的 至於B由這個Fat 變成Glycogen 就應該不會發生 不然是Glycose 那些BioC 有關的BioC HC BioC BioC